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铃频道 上一集与大家分享了林娇的演出列表分享到1954年 今天就由1955年开始分享 1955年,林娇的演出作品首先就是《人头奇案》 接着就是《麻婆沉仔》 然后是《雪姑七友》 接着就是《春蠢到死,诗芳俊》 接着是《百变梅花盒》 然后就是《后枪》 接着就是一套《五虎杖》 然后是《黄飞鸿正传》 接着就是《五夜思扁》 然后是《好蓝仪》 接着是《关东四合》《血战流花塔》 接着就是《一套钟无掩》 接着就是《关东四合》《千里布腐首》 接着就是《艳阳长照卯丹红》 接着就是《山东响马》 接着就是《黄飞鸿转》的《下集》 接着就是有一套 《五五年》的最后一套就是《飞天琴露》 接着就是《五六年》 《五六年》 首先就是《黄飞鸿观山大河首》 那他就饰演《黄天琴露》 接着就是《五六年》 《黄飞鸿火燒大沙头》 那他就饰演《张寒》 然后就是《乾隆王大闹万花柳》 接着就是《铝合余金凤》 接着就是《一套孝道》 接着就是《五六年》 《黄飞鸿红船千把》 那他就饰演《阮相红》 接着就是《黄飞鸿》 《黄飞鸿七思惠金龙》 接着就是《小白菜情困羊乃母》 接着就是《庆凤鸿hon》 接着就是《黄飞鸿宇慢古情》 接着就是《鲜鸿路夜道 鸿梢》 接着就是《五六年》 接着就有一套《月光》 5、6年乾隆王游江南 接著是黃飛鴻伏義虎 他飾演高死 接著是黃飛鴻二舊賣魚餐 他飾演賣魚餐 然後是夜鵟伯俑 接著是黃飛鴻 黃飛鴻水底三琴蘇鼠臉 臨江飾演蘇鼠臉 然後是假奉虛戀 接著是九九大血案 然後是一套血戰斷魂谷 然後有兩套黃飛鴻 首先是黃飛鴻花艇風雲 臨江飾演銅翠綠 接著是五六年最後一套 黃飛鴻龍舟奪感 臨江飾演陳福 接著是一九五七年 五七年首先是七劍十三合的上閘 然後是包公嫁女 接著是鋁合紅蝴蝶 接著是一套黃飛鴻血淺姑婆屋 臨江飾演儀觀 接著是一套七劍十三合的下閘 然後就是兩套黃飛鴻 首先就是黃飛鴻夜探黑龍山 他就飾演毛毛 接著是一套黃飛鴻二龍珍珠 然後就是梅花飛劍俠 接著是五七年最後一套黃飛鴻師王爭霸 臨江飾演雅仔這個角色 接著是一九五八年 首先都是黃飛鴻 他拍了相當多的黃飛鴻電影 黃飛鴻大破馬家莊 他就飾演張家權 接著就是黃飛鴻西關搶新娘 他就飾演陳嘉誠這個角色 然後就是月公寶俠 然後有一套歷盡蒼桑一美人 然後就是方世勇露打乾隆王 然後就是五八年 然後就是三套黃飛鴻 首先就是黃飛鴻五獨鬥雙龍 然後就是黃飛鴻虎月舊梁寬 然後就飾演張寶拳 然後就是黃飛鴻雷台鬥三虎 然後林鴻就飾演這個笑面虎 然後就有一套賊王子 然後就是方世勇露三打乾隆王 然後就是黃飛鴻龍虎爭鬥 然後就是一套賊王子的續集 那賊王子續集就是五八年就是最後一套 然後到1959年 首先就是七合五二夜探沖銷柳 然後就是一套白髮魔女傳的上閘 然後就是平暴青雲的大結局 然後就是裏俄王子iary 然後就是裏合黃鴻夜破三虎案 然後就是有一套生死年之的上閘 生死年之後就是白髮魔女傳的大結局 然後就是生死年之下閘的大結局 接着就是这一个射雕英雄转 然后就有一套白发魔女转的下杂 接着就有一套大破铜网阵 接着就一套黄飞鸿被困黑地狱 然后就是七剑夏天山 接着就是方世玉血战乾坤爪 然后五九年还有一套 铝合黄亨琴凶记 然后五九年最后一套 星星王大闹天宫 林娇就饰演韦陀这个角色 今天和大家分享 林娇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N与LM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林娇的演艺人生 拜拜 拜拜